大家好,我是韩伯 上次我们聊了初学者容易遇到的问题 以及他们的解决方法 那从这些复杂的解决方法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你家的初学者是个小孩子 那么这么小的孩子 他是很难做到把每一个解决方法 拿着小本子记下来 每天对着练习的 这是他们的天性决定 能这么做的只有家长 那如果你作为家长 决定要陪小朋友练琴 做一个孩子练琴 道路上最大的帮手 那恭喜你 荣获一个世界上最难的工作之一 如果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亲子关系还不出问题的话 相信你在这个世界上 做任何一个工作都能做得非常好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陪练的这个问题 家长陪练需要注意些什么 以及陪练到底是不是必要 家长陪练要注意的 我觉得首先是如何分配练琴时间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练琴的步骤都有哪些 首先是暖手性质的练习 然后是针对性质的练习 最后是乐曲的练习 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 所以你不能觉得这个小朋友 他只练他那几首曲子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间该如何分配呢 如果是比较初级的小朋友 那这个暖手性质和针对性质的练习 要占到50%的时间 他的乐曲呢就占另外50%的时间 我说的这个是个大概范围啊 大家可以自行调整 在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 暖手和针对性练习的 占的时间比例就可以越来越小了 因为乐曲的数量会增加很多 并且这三种练习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了 那那个时候孩子可能也大了 你也不需要每天盯着他练琴 那家长陪练有几大误区 我也是想聊一聊的 第一是急躁 需要陪练的小孩子啊 他肯定年龄都很小 不是说练几天练几个月 手上的技术问题就能改过来 这个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 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你练了几个月 能看到那么一点点进步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第二点呢就是目标性不强 练琴就和写作文一样 或者是就像我要去讲一个讲座一样 要有草稿 有大纲 有计划 你打比方说 你这周的新曲子是拿几手 今天是练到什么地步 是单手弹书还是双手弹书 三天之内是做到什么地步 是慢速的把音弹队顺下来 还是开始加速了 那这些都应该有一个计划 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参与感 很多家长觉得练够时间 或者是练够变数吧 今天弹十遍 这就可以了 陪练的时候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要么发呆 要么举着手机玩 那这个样子的话 小孩子他就很难自己做到专注的练琴了 那陪练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点和老师配合好 你上课的时候呢 要注意老师说的是什么 下课了以后才会知道 小朋友回家以后如何正确的改掉一些问题 第二点呢是要有具体的目标 这个目标越细越好 当然这个目标可以随时调整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 你最好能具体的 每天每次练琴 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最好 第三点呢是给孩子以动力 比如说练完琴以后 你们会有一些亲子的互动啊 或者是玩一些小游戏啊 就之类的一些动力 第四点呢是注意时间的分配 不要因为家长陪练的时候太专注 让孩子一下子时间太长 因为我们大人的专注时间 肯定是比小朋友要长很多的 有时候我们就钻在里面觉得 这个东西还没完成 所以小心不要让他们一下子练琴时间过长 这样子后面他们就不专心了 效果也不好 那有人就会问了 家长不陪练就不能学琴了吗 那当然并不是这样子 首先呢你可以请陪练老师 注意陪练老师要和自己的主客老师 或者专业老师配合的特别好 有些陪练老师就是这个专业老师的学生 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硕士生 这种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 因为我可以跟我去当陪练老师的那个学生 直接的说我对这个学生的要求是什么 那如果陪练老师不是自己专业老师的学生呢 家长一定要做到能够很明确的转达 专业老师每星期对学生练琴的要求 其次呢如果你不陪练的话 你也可以帮助小孩子制定一个很具体的练琴的计划和目标 并且定期检查 比如说啊你给小孩子订好 今天右手和左手分别要练熟练好 明天双手要练熟练好 然后你可以每天或者是不定期的进行抽查 看他有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和计划 最后呢就是家长要自己调整好 自己对孩子学琴的这么一个功利心 音乐和体育有一个共通之处 就是课后要付出的时间非常非常多 所谓天才那才华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呢是他们对于枯燥的忍耐 和为了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付出 是超于常人的 我见过很多不管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 还是后来我长大以后认识的小朋友 都是小的时候非常有天赋 但是最后输在了自己的懒惰上 所以家长一定要知道 练琴就是你付出了才有可能有回报 不要对小朋友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但是这个学琴的成绩 就是你学钢琴的唯一回报吗 我觉得也不见得 其实家长细细观察就能发现 学琴以后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其实有很多 我来随便列举几个啊 第一个对孩子左右脑的开发 因为从小两只手都要用到 第二个对专注力的培养 因为练琴不是刷短视频几秒就结束了 第三个培养吃苦的意识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想要有收获 那就必须先要有付出 第四个不半途而废的习惯 还有等等等等很多啊 这些都是学琴能够得到的东西 所以如果真的没有条件 每天陪着孩子练琴 或者是给孩子请一个陪练老师 那也不要焦虑于孩子学琴的成绩 或者成果 调整一下心态 从孩子的性格和品德上 看待孩子学琴这件事情 自己就会少了很多焦虑 也更能看到小孩子身上 其实已经拥有的很棒的东西 好啦那这些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啦 如果大家有问题 或者有其他话题想让我聊一聊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